我叫安容,我开了一家服装店,但是大家都觉得我做的衣服都不好看,后来我用人做模特,直到这一天我的生意变好了,什么时候来人了,我真的要去死啊,老板给我两件裙子,好的顾客请在这稍等,我这就去给你挑选。 你看这两件怎么样,嗯还不错,我们两个先上去换了,发生什么事情了,先上去看看,你这个老板这什么破衣服,丑死了,对,对不起,对不起有什么用,还不快把钱还给我,就是就是还不快把钱还给我们,本来钱都给我了,我凭什么还给你们,呵呵,你不把钱还给我,慢事吧,我们这就拍视频网报你,你们胆子肥了是吧,别忘了,我手上可是有枪的,嗯,不我们错了,行了吧。 叫,叫命,正好可以把这两个人当成我的模特。 看左边窗听不见,黑影不盖上窗边,是谁在玻璃点眼,无中而我闭静眼,四周镜悄悄一瞥,月亮灭来远见,像宽战星红烟绝,把影情喝的旁边。 欢迎光临,你们两个需要什么衣服,我们两个要粉色裙子,好在请稍等顾客我这就去给你挑选。 你觉得这两个怎么样?嗯,还不错,我们先上去换了。 他们差不多都换好了,上去看看。 啊,咔咔,这衣服这太好看了,一共要多少钱?老板,这也不算太贵,那就转59就可以了,好的。 OS,他们还不错,可以做我的模特。 你们两个成为我的模特吧? 喂,那么晚了,该回家睡觉了,正好我困了。 早晨起来,拥抱太人,今天是新的一天,今天好激动啊。 去看看店里有没有来客人了。 老板,我要你铺装,最好是透风的。 OS,这样我穿上,你铺装进了,就能够引到顾走了哈哈。 好的,顾客,请在这稍等,我这就去给你挑选。 这个差不多还不错,可以让顾客满意。 这个还不错,我要上去换了。 好的,请上去换吧。 顾客差不多换好了,上去看看。 这个女服装还不错,多少钱啊? 我转给你。 呃,有点贵,希望你是富家大小姐,正好是一千。 而本姑娘就是富家大小姐,谁说我没钱的。 我这就转给你。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。 请慢走。 肚子好饿啊,点外卖吃吧。 小姐,你的外卖到了。 总算到了,差点饿死老奶了。 这是你的外卖,希望你能给一个五星好评。 好的,一定会给。 不知道会不会有客人来。 欢迎光临,你们需要穿什么衣服? 老板你可以谁,并给我们挑选一个衣服。 还有这模特,我们真的欣赏不了。 OS,这模特没用了,该换掉了。 嗯,我这就去给你们挑选衣服。 客人,你觉得这两个怎么样? 还不错,我们先去换了。 我爱你,我爱你。 该把模特给换掉,这模特都没用了。 像初花在摇曳,摸下我的红皮鞋。 客人差不多都换好了,上去看看。 他们正好可以做我的模特,希希。 老板这裙子好漂亮,一共多少钱? 我装给你。 这也不贵,那就20元吧。 微信收款20元,你们成为我的模特吧。 你,你要干嘛? 把她们放上去吧。 欢迎光临。 你们需要穿什么衣服啊? 算了,你随便给我们挑选。 一个吧,老板这模特可真好看啊。 嗯,谢谢夸奖。 不行,这个不好看。 就这个吧,很好看。 怎么样,客人们,你觉得这个好看吗? 好看,我们先去换了。 客人差不多已经换好了。 宝娃娃,太好看了多少钱,我转给你。 就60。 微信收款60元,客人们,请慢走。 好困啊,还是回家睡觉吧。 先洗个澡再睡觉吧。 该去店里了。 现在要调查每个店铺,每个店铺都检查过了,都没有用人做饭,现在要检查服装店。 好的警长。 谁要先去看看,原来是检查,你们需要什么衣服啊? 我们不是来买衣服的,我们是要检查你的店。 不好意思,不能让他们发现,我用人做模特。 我先闻闻这个模特上面的味道。 等等这模特上面怎么有血腥味。 这,这我做饭的时候不小,请把衣服上刷鸡,那些应该不小心见到模特上面了吧。 好吧。 我们相信你,只是你的店铺声音火爆。 如果你看到有,一定要通知我们。 嗯,好。 怎么样,检查到什么了? 警长,我们什么都没查到。 店里的店主声音只是普通的火爆而已。 气死我了你们这一群废物,难道就没有发现什么一样吗? 算了,我亲自进去检查看看。 警长,你需要什么衣服吗? 我先试穿一下这些衣服,我先加你微信,我先试穿一下这些衣服。 试穿过以后,待会儿把钱转给你就行。 清晰的线,我闭上双眼,看见乌云散开后的漫月,遇渐渐停歇。 先穿一下这个衣服吧。 我呸,这衣服怎么那么丑啊? 真不知道他这衣服是怎么卖出去的。 你这衣服丑死了,还是换回我原来的衣服吧。 OS,等等他的眼神不对劲,从他的眼神能看出来,他很慌。 糟糕,我被发现了,赶紧跑。 未给我站住。 傻子才会站住呢。 你们还站在那里干什么? 给我赶紧抓那个服装店的老板啊。 啊,是警长。 我要赶紧跑回家找地方躲起来。 这个地方还不错,我先躲这里了。 你们快点搜吧,把这里搜个遍,一定要找到那个店的老板。 是警长。 我先检查这个箱子。 呃,这里面竟然装着钱。 看来这个服装店的老板,靠着用那些活人做生意,还赚了不少钱吗? 但是杀人是犯法的。 原来在这儿,看我怎么把方块给拆掉。 我找到服装店老板了,把方块给拆掉。 是,妈,我居然被抓到了。 终于找到你了,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,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 你已经违反了法律,放过你,那是不可能的。 那个警长,我们有话要跟你说。 其实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线索。 我们在服装店里闻到了模特身上有血迹。 哎,你们真是废物,怎么不早点告诉我,怎么现在才告诉我。 那已经管了十年,你们还不快放了出气。 呵呵,放了你尼尔。 龙霸我们都说了,是关你一百亿。 哦,这十年的青春都没有了, 我造纸刀总不应该为了这, 总已把自己姓名给丢了。 完结洒花。